洪海创办人郭台铭上周退党 国民党放话要依照违反党纪来办理 但是在郭台铭正式表态 不参选2020总统大选后 国民党态度转变 甚至有中常委说 希望可以跟他修复关系 而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也强调 不会开闸郭台铭 希望有机会当面请议 乌云散掉以后 希望能够阳光普照 郭台铭不选 南铭分裂危机解除 大佬们的好心情写在脸上 对郭董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心存感谢 郭董事长做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有智慧 非常有格局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曾如我讲的 国民党一定要团结才能够胜利 说的尽是好话 实在难想象 几天前的郭阵营和国民党 不是无话可说 就是恶言相向 国民党员好多万人 难免会有一两个人 口出可能不是很令人愉快的话 说不定有 他会开闸他吗 不会啦 要怎么开闸他 因为希望他不要自己去 一的三宝不必算 我还开闸 我就没在进行问题 郭台铭退党时 党中央的声明又酸又辣 先质疑他欺骗死去的领导人 再质问他何苦演出这段戏 不到一个礼拜情势大转弯 改口说党纪问题可以一笔勾销 他也只是退党 他也还没正式违反党纪 所以还是希望他留在国民党 当然啦 我想大家上下都一样期待的 以及中华民国派也是让我们很感动 对于那个时候情势来做出相对的评论 我觉得都是公允的 但是在一个急转完之后 所以大家就跟着这个新的方向的发展 来做一个诠释 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选情变动快速 恰如国民党的态度 东新闻 中山豪 吕士奇 罗望者 李立珊 SNG小组 ZTV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